前韩职人气啦啦队员李多慧结束7天的台湾行 18日搭机返回韩国 他在IG限动PO了在二行下出镜前的照片 虽然帽子、口罩遮了大半张脸 但看得出来他是开心的 送机的乐天桃园球团工作人员透露 台湾的高粱酒在韩国很有名 球团特定赠送李多慧和随行的工作人员一人一评 让他们相当开心 李多慧在出镜大厅抱着熊豹哥公仔合影 这是他4月15日出席一日店长活动厂商送他的 他超爱乐天女孩经纪人透露 李多慧真的很喜欢吃麻辣锅 来台7天吃了两次 离台前李多慧特定到超市去买心爱的牛炸糖饼干 超爱吃甜食的他喜欢 外面咸咸里面甜甜的口感 不只买牛炸糖饼干 李多慧还买了5、6和凤梨酥回韩国当伴首领 李多慧将在5月初再度来台 他很期待和凌香同台 乐天女孩经纪人透露 李多慧也想去台北101看看 希望5月的主场赛事在何十号队友见面